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目放在一起 绘在一起造成的一个字 还有指示 指示我上这颗书了 本末倒置那个成语 就是这个本和末 你倒过来吧 它就是个本 颠过去又可以看着末 本末倒置这么来的 就是一棵树 它在上面那么打一点就表示那个是末 这个就是指示 或者是刀 刀上打一点那就是韧 这叫指示的造型 还有一个就是形身 也就是一半的是符号 身符 一半是形符 比如江和的江 三点水 这表示这个字是跟水有关系 然后那个宫 古时候就是它的读音跟就是就读 这个江应该古时候读钢 所以宫 那是个身符 这几个主要的这个造字方法 后面还有转注 通甲 古今 这些造字 其中通甲尤其要注意 在这里我就要说一下 就是现在学书法 那个高大慧老师还特别喜欢写甲骨文书法 但是写的时候他就很感慨 他说甲骨文字太少了 这个有好多次我写的这我没有甲骨文 我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啊 是不是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那就是在甲骨文时代 大量的字是通甲字 他用通甲字就是说 我没那个字 我是用一个别的字来表述 表达 比如说这个汉代甲頤 写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一句话叫 一镜之大 己如药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啊 汉代这个中央 中央政府 这个感觉到地方的诸侯势力太大 这个中央那里都有点控制不了 好 然后甲頤他就来出主意了 他提出当时你们这个严重的状况 就是祖侯太强大 强大到什么情况啊 一镜 镜就是小腿肚子 一个小腿肚子的大小啊 几乎如腰一样 腰是什么 腰就是腰部的腰 为什么用这个字 就是当时没有那个腰字 用的是这个腰 通甲 用用这个字来代替腰 在甲骨文里面 这个腰啊 这个一个人 两个手 插个腰 这就是腰 但是后来演变成 上面一个女 实际上应该是两边是手 手插腰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甲骨文书法的话 也许可以写点通甲字 来想办法 要不然甲骨文文字太少 再一个我就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上节课啊 我曾经说到 我说哎呀 那个字我也不会读 大家就一乐 一乐 或许还有学员会说 你自己你都读不懂读不清 你还来跟教我们这部护龙人嘛 但是我需要解释一下 就甲骨文现在总共发现了四千五百多字 可是真正的试读的一千五百多字 就是说这一千五百多字是属于大家公认的 这个字就是应该这么读 而且就是相对于后来的哪个字 还有那么五六百字 就是大概意思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是它是后代的哪个字啊 有争议 你说是这个字 那个是那个字 那么四千五百多字 实际上不到一半字能够认识 还有一半多都是一半多的甲骨文不认识 所以甲骨文里面呢 它有好多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当然这个不认识的字 包括大量的人民地民 包括那些 那些看样子也有好 都是永远都搞不清楚的 这个 而这个 我上这个课啊 我让大家买了两本那个书 当然我讲课 我不会拿着那个书讲 但是那两个书的目的 就是说让大家回去之后看一看 那里边呢 讲这个字啊 讲得比较详细 我这堂 我这的课上呢 主要就是讲一些规律 它怎么造这个字 所以这里我也 我再提问啊 这个马林是哪位 你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字是什么字 舌头的舌 为什么 下面是个口 上面是什么 对 就因为舌性子 它的这个舌头的那个典型性 所以舌 这个前面这个是甲骨文 第二个是经文 这就是我 我现在这个小一点的属于经文 大一点的 这是甲骨文 你坐下 那个彭虹 彭虹走了 石鹿仪 第二个 这个这个是什么字 这个现在的字叫墨 但是这个墨 在甲骨文 在甲骨文时代 它通甲字 通甲那个木 木色 蒼茫的木 就是太阳已经落山 落在草丛里边 再往下走就 就已经下去了 坐下 就是 学这个 上我这个课啊 我这些 啰哩啰嗦的 这些小字 你用不了去抄 但是 这甲骨文呢 你可以在笔记文上 你照着画一下 然后注明这是哪个字 就就做这个笔记就行 这样就 就是说甲骨文入门嘛 这样就入一入下门 这个 送酒饕 这样子 这个 这个字认识吗 高 高 高 好 高 行 请坐 就是 上面是个牛 下面是个口 上节课我还 我还模仿了一下 我说高 可能是这个牛的 那个嚎叫声 然后就 就这么这么 造这个字了吧 这是这么个字 李卢君 在吧 第四个 这个 这个最好认了 平 三个口 慢慢的平 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甲骨文 他的造字 他跟 请坐下 就是甲骨文的造字 跟我们的 现在的固定的 造型 不完全一样 他有可能是两口在上 也有可能两口在下 好 第五个就是 孙政 孙政 请你看一下 这个 王 什么 王 对对对 好 请坐 就王 这就是 我说这个王 是一个 那个那个 一个兵器 大兵器 那个代表 全力的那个兵器 这个 李兆杰 没上 那个黄焰 黄焰 在吗 这个是什么字 这个 石 石 不能说一 一是横的 石是竖的 但是竖的 中间还比较粗 就好像是 结神 结了好多 那个嘎的 这是石 那个 长永一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好 你说一下下一个字 就这个 麦 行 那个麦 就是上面一只眼睛 紧紧盯着 那么盯着什么 盯着底下一个背 背就是钱啊 所以这跟 跟麦有关系 那个 张佩玲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两个字 这是什么字 天 对对对 好好好 请坐 就是人上面 有一大块天 在当时 就是用一个方块 或者一个嘎的 就表示 或者放在 写在笔下 就是可能一块土地 写在上面 就是一个天 人脑袋上 特别突出这一个 这一方块 这就是天 如果是没有这块方块 那是个大字 大小的大 齐小亭 齐小亭 这个 忘了哈 请这 这个就是交通的交 就是一个人 两个脚相交 交叉 这就是交 交 交跟那个八卦 八卦那个谣词的谣 那个有关联 就是两个叉叉的 那个谣 也就是 这个 这是学习的学 你看学什么呢 这两个叉 学那个谣词 交学的交 也有两个叉 交什么 交 也是交那个谣 就是古文字 与八卦相关联 这个是交 这一个 底下就是 马文哲 马老师 这一个 这个难度的 对对对 这个笑 这个笑 就是这边是个胶 这边是一个手 拿着那个占卜的东西 通过占卜 然后有了效果 这就成了个笑字 效果的笑 王真 最旁边那个字 王真 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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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七 对 就是 那边是刀子 底下是人 刀子刻来那么几道 然后刻出字来了 汤雅杰 汤雅杰 这个 这个比较好认 这个房子里边有一个孩子 就是字 字的本语就是生育的意思 这个孩子在房子里边生出来了 所以最早的这个本语是生育 生育到后来是这个人 这个成年了就得起名字 然后有了字 那就跟这个字就跟文字相关联 高大会 高老师 看看这个 这叫念文 文 文是 为什么这么写 就是 他一种表现出来的 文 文身 您这种作 就是文身 第一个是夹个文 第二个是经文 就是画的是图案 这也是个人形 人形的胸部上画有文样 这就是文 王尾 然后 这个字 走 这边呢 对 一个脚在这个人的底下 他是走 走就是跑的意思 走马观花 就是跑马观花 如果脚一增加 那这就 这人就奔起来了 比如说私奔 一定的奔得非常非常快 不能够缓步的奔 否则你奔不掉 这个 于梦然 最后这个 这个 旗子的旗 旗子的旗 好 你请坐 这个 这个字是个中字 但是它的本意 它就是 一个旗子 插在一块 一个地方 那时候就是 这个旗子 一招转 一招呼 各地的人都得来 这里有重大事情 所以这是 这是个中字 中国的中 它就是这个旗杆 旗杆有这个 飘的那个 税 这就是中字 好 我们这个大概 去复习了一下 教学的教 教育的教 右边是一个手 拿着一个教边 左边的一个子 上面是那个 挂谣的谣 给孩子教 教这个谣词 这就是教 所以教学 教学 打开时 教学的 学的是八卦 这些东西 说明八卦 跟古文字 有一定的关联 好 那就我们 我继续 继续 进一步讲 就是 刚才讲了 这个文字的 几种造型方法 其中一个 象形 这里 就是一个羊字 羊字 有几个 这头两个 是甲骨文 第二和 三四 是经文 最后一个 是 转体 小转 我上堂课 有一个 有一个学员 什么叫经文呢 哎呀 我才发现 我们有好多 学员 是初学 还没搞清楚 这个甲骨文 经文 什么的 这个区别 甲骨文 那是 刻在甲骨 这上面的字 经文 是铸造在 铜器上的 文字 就是 从商朝的后期 到西中 经文 这是最发达的时代 然后到春秋战国 它还在发展 经文 也叫大传 大传 然后到 小传 那就是秦始皇 统一文字 由李斯 书写 把这些字 用 都是很 匀称的笔道 把字 统一起来 因为在这以前 书写的文字 它很不统一 你看一会儿 写成这样 一会儿又画成那个圆角 一会儿还画成个阳形 就是最粗的这些文字 它很不统一 但是到秦始皇 统一文字以后 阳字该怎么写 就应该怎么写 不能够自己 老出那个一体字 所以这个呢 叫象形字 这个经文 这个阳字 那是最象形的 就是一个阳的图形 所以这是阳字 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比较是 可以说是最粗的文字 这是指色 就是指色 这两个字 叫指色的造字方法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了 舌头的舌 那在这个嘴里 吐出舌头 舌头的顶上 又加一痕 表示 这个舌头在运动 运动运动就出言语了 出了言 语言 出了音 所以这个 言和音 是最早 它是一样的写法 也就是说 这个字 在甲骨文里 有可能 你就读它是个言 也有可能 你就读它是个音 就是 它那么大一点 就表示 这个舌头 在那里是在运动的 运动它就发生 所以言语的言 从这么来的 最初 是写的 写成这样 到经文的时候 这个就 更复杂一点了 在舌头的旁边 加一点东西 舌头就运动更大了 到这里的话 甚至还加两 这个 这里就是小卷了 卷题就 慢慢固定了 然后到历书 历书就是 跟我们后来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字 是指示的造势 造势方法 还有就是 会议的造势方法 会议 那就是这个 你看 一个人张着口 所以我们打这个 商贷的时候 造势的时候 就特别强调 你要讲诚信 你这个说话 你不能胡说八道 你张口 你就得有信用 所以这个信字的信 最初他就是 人 开口说话 所以 怎么记这个字 甲骨文里面 就是一个人 开口说话了 所以他就是 这个信字开始 然后这个人 后来旁边的口 慢慢地又跟这个 言语的言 它相关联 又写成这样 在一个甲骨文里 它这个位置 不一样 你看 人在这里 是在左边 在这个字里边 人又在右边 这就是最早的甲骨文 它的位置 它是很随意的 它很可能 所以你要是写 这个甲骨文书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根据 怎么摆好看 你就去摆去 这个人字 摆右边好看呢 我就摆右边去 可以可以这样 当然你要摆 你必须有甲骨文的 原字的那个依据 所以这是 这是会意 就是说人和口 这两个意思的东西 会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字 还有这个 有谁认识这个字吗 吃饭的饭 左边是一个饮食的食 也就是食字旁 现在后来简化为食字旁 这边是个反 这个 这个是 是一个行声字 行声 也就是一半是行 一半是声音 左边这个是饭 那是食 就是吃 那就是跟饭有关系的东西 这是个行 饭 它是个读音 它是声 所以这个饭字 就是个行声字 我这一页 就是把四个 最主要的造字方法 都用典型的字 在这体现出来了 这个饭字 在左边的一个是甲骨纹 然后是经纹 然后是转体 这是三个不同的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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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